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長你參選人丁守中辦公室的發言人 我叫楊之豆 那今天很高興受邀要來談談跟年輕人比較相關的話題 從對岸的一則新聞開始 對岸的教育部開始了一個新的課程的方案改變 改變的內容我國的媒體有很大篇幅的報導 那主要的改變大概是 它針對中華文化經典的閱讀 以及中華文化應該背誦的課目 從原本的高中生應該推薦背14篇 大幅的提升到背要需要現在背到72篇 那相對照我國一直以來都有三件文言文比例的 課綱的聲音此消彼長之下 我國的有一些人是擔憂說 中國大陸的國學底蘊已經超過台灣人了 那但是中國大陸國學底蘊超過台灣人這件事情 會不會造成我國年輕人競爭力的差距 我覺得是比較不會的 因為畢竟我們在日常生活對話還是用白話文比較多 我們都有一個基本的對話比較不會遇到障礙 但是年輕人在跟年輕人對話的時候比較多是用到簡稱或是網路用語 例如說台北車站我們年輕人在對話常常都說北車 那還有一些網路用語就更複雜例如說八加九 你如果問老年的一輩問他說八加九是什麼意思 他可能很簡單跟你講說八加九很簡單八加九就等於17嘛 可是八加九在網路用語上面年輕人的表達上 它是台語的八嘎九的意思 也就是一些販子屁骸或是比較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那不管是文言文或這種網路用語 我們上一輩跟這一輩的人都會有一些次文化比較沒有辦法溝通的東西 但是我們在白話文的基礎之下 我們其實是沒有障礙沒有溝通困難的 那所以我覺得啦 我們今天即便背送了那麼多的古文 其實對溝通這件事情是不會有比較大的成長 對岸不會因為背送了比較多的古文就取得比較多的優勢 頂多就是有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遺憾而已 什麼叫遺憾 就是以舉個例子來講 台北市的官場局長簡於燕最近就提出了他的辭職聲明 那他不接局長了 但是他身上還有一個任務叫做要把燈姐給辦好 那柯文哲市長就批評他說他是棄職潛逃 簡於燕局長回答什麼呢 他回答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他說我本將心照明月 我本將心照明月可能看起來是在名捧柯文哲說他很像明月一樣 但是我們仔細去看這句話的下一句是什麼 我本將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像勾曲 簡於燕局長的話其實是有點暗諷了 其實柯文哲是一個小心眼的明月 他只看到那個勾曲而已 但是這一番話我跟我比較年輕的一輩討論的時候 他們大多不能理解到簡於燕局長他明包暗諷的意味 這是體現在我們現在對於閱讀的比較薄弱的部分 我們有一些遺憾的 但兩岸之間年輕人的差距並不是來自於你背誦古文的多寡 或者是你能了解多少的文言文 最大的差距是來自於對於中華文化認同的態度上面 中國大陸在十九大的時候就確定一個方針 叫做堅定文化上面的自信 什麼叫堅定文化方面的自信 就是跟你講說你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並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 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 你如果現在有的東西你就不用強調嘛 假如說現在中國人他對自己的文化是非常有自信 而且感到驕傲的 根本就不需要強調這一點 換言之 現在的中國人對他們自己的文化認同還有在加強 換句我們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說法可能就是 他們比較容易崩潰 或他們比較容易剝離心碎的 那從這次我們看到大陸對於克剛的調整就知道 他們要完整的把中華文化再新 他們要完整的不管是你去背誦古文也好 中華文化的經典也好 或是你要去理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好 這些都是讓未來下一代的中國人改變的過程 下一代的中國人會有什麼改變 我們兩岸的中國人會有什麼不同 他們的小朋友會越來越有自信 過去我們知道中國歷經的文化大革命 他們其實有很多傳統的價值都已經消失了 反而是我們台灣還算是中華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之一 但是在未來假如說他們的國學復興 假如說他們開始認同中華文化 他們變成有自信的一群人 我們台灣人呢? 而台灣的年輕人在經歷過全球化 以及課本上面去中國化的浪潮之後 其實我們是相對迷惘的一群 我們是沒有根的 我們的根在哪? 我們是不是算是中國人? 還是我們是台灣人? 對於節慶來講 新年比較重要 還是聖誕節比較重要 我們常常會迷惘的 那對於我們年輕的一輩來講 找不到根 沒有民族認同感 甚至不愛這個國家 我們常常把自己台灣身處在這個地方 自貶為軌道 然後不愛它 其實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也是台灣未來年輕人 所遇到的最大困難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